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友邦 12号过进美国洛杉矶 当地侨胞聚集在总统下榻的 洛城洲际饭店 挥舞国旗等爱台旗帜 热情迎接 中国加油 台湾加油 蔡总统抵达后 逐一向乡亲问候致意 才步入饭店 现场互动气氛十分热络 洲际饭店是洛杉矶市中心知名地标 为了欢迎蔡总统来访 饭店外墙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和美国国旗格外醒目 另外侨胞也租小飞机 拖曳欢迎蔡总统的英文横幅 在饭店附近上空盘旋 蔡总统这次的同庆之旅 是美国在三月通过台湾旅行法后 首次出访 也引发中国侨团在饭店外举牌抗议 对此随行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先前已经回应 以平常心看待 蔡总统此行过境洛杉矶 行程安排上有多项突破 包括参访侨委会的侨教中心 写下中华民国元首在美期间 走访本国侨外机构的首例 同时开放随团媒体及时报道 也有别以往 蔡总统停留洛杉矶 还会出席侨宴 会见美国政界友人 走访雷根总统图书馆 并且首次发表公开讲话 之后转往南美洲友邦巴拉圭 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 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 九天八夜的行程 回城过境美国休士顿 财政就不会有变数 它就会比较稳定 所以你就可以 给大家看一会儿 感谢观看